Hi 大家好 在上集的影片 我們有談到用Excel做會計記帳 並且進行試算 那今天我們就接續這個話題 來聊聊財務報表的製作 那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損益表 損益表呈現的是一家企業 在某段期間 譬如某年或某季的整體獲利狀況 它記錄了公司有哪些收入和支出 並且將兩者相檢後求出盡力 來得知公司是否為獲利的狀態 那第二個是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所呈現的是某個時間點 譬如一年的某一天 公司的整體財務狀況 這包含了公司擁有哪些資產 目前有多少負債 以及公司有多少資本和保留盈餘 由於先前我們在製作會計科目時 有針對表中的每個類別 設定的範圍名稱來作為參照的用途 因此這邊 如果我們想要把所有與收入相關的項目 列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輸入Indirect函數 這個函數可以藉由表中的文字來回傳資料 於是Excel就會立即顯示 歸類在收入類別的科目 那這邊最酷的是 這個公司我們可以按下Ctrl加C 將它拷貝起來 到底部按下Ctrl加V貼上 Excel就會自動擷取支出類別的科目 如果貼上的過程中跑出溢出兩個字 就代表列出的資料被其他標題擋住了 我們只要把空間騰出來 就能立即修正這個問題 不過這邊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我們改編了標題文字 就會導致函數找不到對應範圍 因此如果想要修改損益表的內容 我們可以將公式所產生的資料 按下Ctrl加C複製 並且利用右鍵選單 將它貼成一般的值 如此我們就可以放心的修改報表的內容 譬如銷貨成本 一般會放到收入的下方來計算銷售毛利 然後費用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把它們區分為營業和營業外費用 那這些科目的金額 我們可以用VLOOKUP函數 把它們從另一張工作表調閱過來 於是我先輸入VLOOKUP的函數名稱 要查詢的關鍵字是旁邊的科目 查詢範圍則是先前做好的試算表 找到對應的科目後 我們請VLOOKUP回傳第二欄 再輸入一個0 代表搜尋是採用完全符合的模式 如此VLOOKUP就會把查詢結果回傳到我們的損益表 接著我們把公式向下複製 或是用Ctrl加C和Ctrl加V的快捷鍵 貼到其他的欄位 那消貨收入這邊應該以正值的方式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在公式前加上一個負號 然後就可以準備來計算銷售毛利和底下的淨利 那毛利的公式是消貨收入減去消貨成本 至於淨利 則是拿毛利減去所有的費用 而費用總和我們可以用SUM函數來進行計算 如此就可以求出公司在這段期間的營業利潤 OK 接著我們來繼續來看隔壁的資產負債表 同樣的 這裡我們可以用VLOOKUP函數 先查出每個科目的實際金額 查詢的關鍵字是旁邊的科目名稱 而查詢範圍則同樣是先前支出好的試算表 然後我輸入一個2代表回傳第二欄 以及一個0代表精確查詢 如此就能查出公司目前的現金餘額 那這邊我們把公式同樣向下複製 或是用複製貼上的方式 將公式代入到底下的欄位 那在資產負債表中 負債的金額都是以正值顯示 所以我到VLOOKUP前方加上一個負號 再把修正好的公式複製到其他欄位 如此就完成了表格中金額的部分 那在上期的影片中 我們有提到會計原則中最重要的公式 就是資產等於負債加上股東權益 因此這邊我們要做個結算 看看資產跟負債和股東權益兩方是否有達成平衡 那資產的總計 我們就一樣用SUM函數來將上面的金額相加 然後再到表格的底部 建立另一個加總公式 範圍是負債和股東權益所有相關的科目 不過你會發現計算出來之後 兩方金額並沒有達成平衡 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納入保留盈餘這個項目 也就是損益表中的盡利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連結公式 把金利金額帶入金來 如此兩邊的數字就能達成平衡 OK 最後我們來看財務報表中的最後一個表格 也就是現金流量表 雖然我們能從損益表 了解一家公司的獲利狀況 但是像應收帳款 應付帳款等科目 並不代表公司有真正收到或付出現金 必須另外建立一個現金流量表 來檢視公司實際的營運狀況 那現金流量又分成三種類型 一個是公司在經營過程中 透過本業所賺取和花費的現金 第二是公司投資在研發和生產設備時所花費的現金 而第三是公司因為借貸或籌資所產生的現金流 像是長文貸款和發放鼓勵等 現金流量的計算有分成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 其中直接的方式概念比較簡單 基本上就是回到我們的日記簿 把所有與現金相關的交易查找出來 而這部分我們可以用Excel的Fiat函數 輕鬆地完成這項工作 好,所以我在現金流量表旁邊空白的地方 輸入Fiat的函數名稱 篩選範圍是整個日記簿的表格 至於篩選條件 其中一個是從借方欄位中 尋找現金這個科目 那由於代方這邊也有現金的支出 因此我在公司列中 把街方條件用圓括號包覆起來 輸入一個加號 然後進行Excel繼續從代方欄位中尋找現金 公式設好後 Fiat函數就會把符合的交易記錄回傳給我們 那這些資料必須做個簡單的整理 以方便將它們置入到現金流量表 首先標題的部分 這裡我們只需要保留現金以外的科目名稱 其他可以省略 因此我建立了一個簡單的IF公式 就是當借方科目為現金的時候 我們就請IF函數截取代方科目的名稱 而如果不是現金 我們就保留原來的標題 如此IF函數就會把所有非現金的科目全部篩選出來 接著我們要繼續找出現金流量的金額 那我們知道現金如果是位於左側的街方 就代表現金為流入 位於右方則代表流出 因此基於這個原則 我同樣建立一個IF公式 就是當左方科目為現金的時候 就讓IF函數直接登記左側的金額 而如果不是現金 我們就記錄另一邊的金額 並且加上一個負號代表流出 然後把公式向下複製到表格的底部 好 那最後我們就依照交易的性質 把每筆項目拖移到現金流量表裡面 譬如業主資本和業主往來 是屬於融資類型的現金流 廣告支出是屬於營業類型的活動 以及機器設備 是被歸類在投資活動的類別 最後我們要把這些金額做個加總 來計算這段期間公式現金流的變化 於是我輸入一個SUM函數 把所有項目狂選起來 而加總結果如果跟資產負債表的現金相符合的話 就代表現金流量表的計算沒有任何問題囉 OK 那今天關於Excel的財務報表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